全球正面对各种安全挑战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在全面防卫颁奖礼上表示 这让国人更容易意识到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他指出新加坡常被视为主要攻击目标 年轻国人也了解到世界各地出现的网络威胁和各种危机 颁奖礼上颁发了国民服役倡导奖给超过210个组织和个人 当中包括德乌战事爆发时人在乌克兰的沈青山